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坡乡文化馆 好大一个情绪啊 买票 买好票了 东坡创作的是定峰坡 自由船体验 是关于前面这个大湖叫村梦湖的介绍 以前这个村梦湖叫东坡堂 后改名的叫村梦湖 旁边种了一池荷花 应该是莲花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 导览图从村梦湖这里 游船码头过来了 现在我的位置在这里 从快翼亭和东坡桥 我们就进入东坡书院 这个角度看莲花 非常漂亮 前方就是东坡桥 相传苏东坡在丹州市场 在这里设学院讲学 学址从东坡书院 要走过弯弯曲曲的东坡路 每当山洪爆发 群众出行不变 于是苏东坡就发动学生和周边的群众 一起动手伐木 打建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木桥 后来又建成水泥桥 桥的跨度不大 有五米的跨度 宽是八米 为了纪念苏东坡 把这个桥称为东坡桥 现在经过扩建的东坡桥 横跨宽阔的村梦湖 非常漂亮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不是路人 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是东坡桥 跨度五米宽八米 现在走在的就是苏东坡当年走过的那个东坡桥上 前面呢就是东坡书院了 讲学传播自知的地方 站在东坡桥上 看起来雾气蒙蒙的 特别有四亿 快一停 走过东坡桥 走过林池停 现在已经到这了 再往前就是劝学员 东坡书院 现在一看环境非常好 当年贬着来之后 那就可以说沸沸的 六十多岁来到这个 气候不是很让人接受的地方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环境非常艰苦 条件都非常艰苦 从前的房子 那时候用竹子做的墙 用这种棕榈的叶子做的屋顶 劝河园 劝河园 就是当初的梨主和汉主员 苏东坡写死劝 大家都是一家人要和睦相处 东坡书院现在的环境真是非常好 一日树 各种古树 榕树 东坡书院 这是东坡书院的导演图 甲山望京阁迎宾堂 办公室 看牛景 村牛景点 新帅堂 卫生间 开业的建筑 苏院门前的华桃树 别名苦皮树 种植实践是明万利23年1595年 华桃树 好古老的一个大树 来了 买好票进来了 这是大门 首先看到的是载酒亭 载酒亭内的匾蛾鱼鸟 亲人 我给大家录一下 你们截屏自己看 我就不给你们念了 节省点时间 先生悦之 这个呢叫载酒堂 火山石铺的台阶上来之后可以看到载酒堂 据史料记载呀 一日苏东坡与朋友在李子云家讨论 建学堂 请苏东坡传授中原文化 苏东坡取义于汉城阳雄传中有载酒问质的典故 将学堂命名为载酒堂 明代张喜有思云 客来踏遍珠牙路要揽东坡载酒堂 看看院里的一颗芒果树 好巨大 为什么没有结芒果呢 植鱼清乾隆三年 好巨大的芒果树 阿亭斯碑 重建载酒堂记 重修苏公池祭碑 郭墨洛丝碑 那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中间有一棵芒果树 左右呢是碑亭 右边这个是东坡池 海外池 书院同像 苏东坡像 醉翁亭记简介 曾蔚帖简介 这是东坡书家里的一个小堂子 讲述了一些古老的生活用品 门窗 书柜 床 有缩衣陡立 屏风 圈衣 载酒堂前面走出来之后 东面是东园 东园内有青帅拳 一口古井 要注意安全 哇 这井豪庆车呀 郭墨洛丝早成的这个井权 钦帅拳 这个钦帅拳呢 当年呢 据说是苏东坡鱼当年的雪址们 煮茶用的水井 明代禁锅 苏骏正式命名为钦帅拳 是东园内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环境 非常漂亮 那个巨大的树是木棉树 这里都是叶子 这是东坡师厨 读仙圣经书 养浩然政绩 学而不识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大江东聚浪淘尽 千古风流云 中央九台记录频道 讲的关于苏东坡的介绍 苏东坡二 东坡师厨 好多的学生 这里还有二楼 好多的碑技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花酒问青天 突然约回历史了 丹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这里人节地灵 更有大文豪苏东坡在这里 被贬到这里之后 生活了许多年 在这里创办私塾 教育当地人 传播知识 起到了办学 普及文化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关于狗窄花的介绍 非常特别 明月 当空教 五犬 过花心 这里有一个典故 因此叫做狗窄花 狗窄花花开地 时代放在画瓣内有五个小小的花蕊 形式无知 小犬头 握住一团 头身尾俱全 因此叫做狗窄花 苏东坡 我认为他的写那个是不符合现实 然后后来当他看到这个狗窄花之后才发现误解了别人 雀庚谱 东坡谢生 于雀庚谱 何除耕耘 常悟出 人间无正位 美味出艰难 早知浓谱乐 岂有非易干 在大榕树前面 这个是一个活着小时的一个家山 非常漂亮 看一下 这里好多鱼 还有龟 龟 好多龟 旅人椒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旅人椒 特别漂亮 青帅堂 这里有一个展览 叫问道东坡庙圣书法交流展 带大家看一下 一代文中 这里可以做踏配 东坡庙圣书aaa com 东坡庙圣书 东坡庙圣书 这大榕树好漂亮啊 东坡庙圣书好漂亮啊 特别巨大 东坡文化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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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那口古井 圣水 东门 东门 我去西门看一下 西门远的圣水 看有多干净 可以喝 这一口古井 圣水 走完东面之后 东园之后我们走西园 看一下西园里的风景 我看过了载酒堂 青帅堂和东坡私塾 这里有陈列馆和东坡历旅同像 东坡乡文化馆 也是东坡居士像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份证 看看 这是一个寻主之旅 和苏东坡最像的一个树像 他头戴斗笠 脚穿木鸡 旷达乐国 入乡水属 与民相亲的形象 永远活在丹州人民心中 据说这是最接近苏东坡的 这个形 是海南的几个三大缩像之一 另一个就是鹿回头 还有另一个我没有记住 下面这个是郭沫若提写的 像的背面 苏东坡被贬到丹州旗舰 和当地老百姓往来非常频繁 十分友善 据史料记载 苏东坡仿丹州的好友李子云 图中欲语 从农家借斗笠 好木鞋 然后回家 富佑见转 耶喜相随 离大闻生 群犬不已 东坡书东坡 自语道 孝所怪也 犬所怪也 这是最接近于书东坡本人的一个树像 东坡乡文化馆 这是乡文化 进去场馆一下 这是关于东坡乡文化馆的介绍 东坡文师乡及汉唐宋三大乡文化 高峰时期留给后世的经典乡品 东坡乡文化馆 翻乡厅 舒适 金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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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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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皇家都是黄色的琉璃瓦 这里是绿色的琉璃瓦 一大片竹着 祈福之地 这棵大棱树好大呀 上面挂满了人们的愿望 这里有两个小亭子 看起来非常古老 好多年了 即使不是门物 也是一个老物件了 特古老 那牧棉树 那牧棉树 好巨大呀 这里好多小松树 一个非常老的 一个活斩石的 一个雕树 开样子像 虎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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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 5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